各位花友大家好,我小星,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从今天起开始一个新的板块,就是快根植物闲人球拍卖观察日记 今天是第一期,我看了一下直播间,发现了以下情报 首先第一个看到植物就是这一盘奇风锦属的快根植物,它是一个东形种的快根 可以看到这个植物目前它是处于发芽的状态 在夏季植物,如下形种的植物,如象牙公啊,什么一落棒锤啊,然后这些纷纷落叶的时候 而东形种的快根植物就慢慢的开始曝苏了 然后这颗植物,大家可以看到它,卖家说这颗植物是一个杂交的品种 虽然它的外形的皮色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白象快根植物的这个特点 就比较沧桑古朴,然后它的这个上面的球节,就是整个猪形啊,还有特征啊 一看就是这个白象的特征,但是它这个叶片的形状啊,什么呢 又和万物祥很像,于是卖家就觉得这颗植物应该是在野外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 这颗植物最后上拍卖,最后售价是以1500元的这个起拍价,然后结束了 总体来说这颗植物的话,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奇风景鼠,首先这个鼠是比较小众的 一般的它的代表性的植物就是万物祥,还有白象这样的 它是介于这个多肉植物和快根植物中间的 它叶片就有一点像这个仙女碑的那种感觉 还是,然后或者说是肉肉的,它也是比较可爱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吧 它是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 小万物祥,白象的这样的一些奇风景鼠植物 是在未来是有可能趋势向上的 接下来看到的拍品就是这颗羊角沙漠玫瑰 羊角沙漠玫瑰又称为卡汉羊角沙漠玫瑰 是甲族陶科的天宝花鼠的植物 原产地于南非是沙漠边缘的荒漠地区的一种 羊角沙漠玫瑰是比较稀有的小型品种 也被称为迷你卷叶玫瑰 它的卷叶酷似盘扬的羊角过而得名 这个卖家手里面有很多羊角沙漠玫瑰 而他看的这颗是其中最好看的 他说这颗羊角沙漠玫瑰像一棵圣诞树一样 那也确实这颗羊角沙漠玫瑰是他这里面 我觉得最行最好最耐看的一种 最后这颗售价是1200元 不过报纪新手小伙伴们 像羊角沙漠玫瑰并不好养 如果它这个通风不好的话很容易挂 它切记土壤潮湿而不通风 然后据很多小伙伴反应 这个开根植物的涨势还是比较慢的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这种沙漠玫瑰 其实是一种杂交的品种 是泰国人杂交出来的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会比较缓慢一些 是沙漠玫瑰的一种变异 就说它这个不管是开花 还是后期的这个养护 都可能算是沙漠玫瑰中的 中等偏高的一些的难度了 然后所以没有经验小伙伴 还是那个慎重 第三种呢 我带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土豪的世界吧 就是我眼前的这一颗 这一颗是一个品字形的小油螺旋 这个有点取幼的这样的一个小油硅甲牡丹 就这个硅甲牡丹 它的外形非常漂亮 是成一个品字形 然后它是一个三头粘体的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货了 这里也就不说这些了 然后这一颗的话 它这个油非常的神奇 神奇的一点就在于它这个油很小 并且油都是就是弯弯曲曲的就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每个油还很细小的这样的感觉 螺旋加这个取油的这种造型 像这一颗的话 卖家暑假是两万二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感兴趣的呢 或者是突然就心动的呢 我觉得这个植物吧 其实也跟找女朋友似的 有时候顺眼了之后 并不是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 而是要不要买的问题 或者是要不要追 要不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对上眼的话 不管多高的代价都会去尝试它 如果你觉得第三颗不过瘾 我再带大家看看第四颗 这一颗更绝望 这是一颗米奇头造型的桂甲牡丹 这颗桂甲牡丹的外形也非常的别致 是一个割釉的 所谓的割釉 可能就是形容这个油好像被刀割了一般吧 以这个命名 但是我现在的话我也有点区分不开 何种为好的割釉什么的 但我总结出来了 可能割釉只能就是这种棱角比较分明 就像刀子割了一般的感觉吧 可能这就是比较好的割釉吧 然后这颗的话是米奇头造型的 这样的非常可爱的一颗 这颗的售价是一万三好像是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呢 好了 那今天小新的拍卖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